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五大院 你要选哪家呢 我选北苍陵院 战胜陵王之后 却引来了不小的麻烦 牧尘 你身上的陵王灵光 我是要定了 可要 别看你是天榜第三 我却并不想让你那么容易如愿 大木缓缓升起 诸多门派悉数登场 各色人等纷至岔来 这无尽世界又将上演怎样令人向往的传奇呢 且看主宰之路究竟谁主臣服 大主宰为您揭晓答案 大千世界万道争锋 大主宰 非我莫属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 这十几条灵燕网 体型远不及之前被牧尘猎杀的那一条 寿命应该是数十年而已 他们的攻击在牧尘眼中并不显得有多少威慑力 当雷光匹炼横扫而出的时候 那十几条灵燕网便化为岩浆 爆碎开来 牧尘手掌一招 十几条灵燕随射过来 被他迅速的收起来 然后他的神色变得凝重 因为先前的波动已经传开 如今这片岩浆海面上突然就滑起一道道岩浆洪流 在洪流之下 显然是一条条猙獰的灵燕帽 而且其中有不少体型格外庞大 已经达到百年的寿命 巨大的岩浆浪涛冲天而起 尖锐的丝鸣声扩散着 就见一道道融合着炽热岩浆的光束 穿透空间铺天盖地 对着牧尘就射了过去 面对这种规模的攻击 牧尘不敢有丝毫怠慢 他心神一动 大日不灭身 凝聚出来 金光涌动着 任由一道道岩浆光束 轰击在庞大的身躯上 这些灵燕莽的攻击 虽然是狂暴的 不过牧尘的大日不灭身 不仅本身的防御惊人 而且还拥有大罗金身加强 因此那一道道攻击 仅仅是在庞大的身躯表面 留下了灼伤的痕迹 大日不灭身 也在牧尘的催动下展开杀戮 就见金色巨掌 爆轰下来 直接穿透岩浆 把一条条猙獰的灵燕莽 抓进掌心里 然后一把捏碎 在大日不灭身的仙洞下 这片岩浆海域彻底暴动起来 浪涛在翻滚着 思鸣声不绝于耳 牧尘催动了大日不灭身以后 一般数十年寿命的灵燕莽 根本是被他秒杀的 唯有那些体型庞大 拥有百年寿命 实力堪比三品至尊的灵燕莽 才能抵御牧尘的攻击 虽然说灵燕莽没有灵质 但他们的优势是数量庞大 而且还占据着地利的优势 因此那些源源不断的攻势 铺天盖地的轰向大日不灭身的时候 牧尘也能察觉到 他体内灵力在急速的消耗着 甚至连大日不灭身 周身的金光 也开始一点点变得暗淡 就见大日不灭身的剧长 猛地穿进岩浆当中 直接把一条伺机而动的百年寿命的灵燕莽狠狠抓住 然后双掌一扯将它活活地撕裂 一道赤红的灵燕随飞射出来 被大日不灭身当中的牧尘收走了 短短两个时辰的时间 牧尘已经猎杀五百条百年寿命的灵燕莽 而百年之下的更是高达数十 当然了 这种战绩的代价 是大日不灭身 金光璀璨的身躯变得格外暗淡 是灵力被大量消耗的缘故 这种高负荷的战斗 导致灵力急速消耗 也让牧尘逐渐的支撑不住 大日不灭身内 牧尘脸色略显苍白 这种灵力消耗程度 再过半个时辰 至尊海内的灵力就会出现枯竭 按照正常情况 一般灵力消耗到这种程度 应该是尽快脱离战斗 寻找安静的地方恢复灵力 再做战斗的 不过 牧尘那对显得有些越来越灼热的黑色毛子 似乎并没有任何要退缩的打算 因为呀 他已经能够感受到 体内的灵力在此时表现的超乎寻常的活跃 不断的战斗 不断的消耗灵力 这才是灵力最充满活力的表现 而越是这种感觉到极限的时候 就越是不能退缩的 他手掌揉 就见一道道赤红光团 悬浮在他的面前 这些都是先前被他得来的灵验随 他盯着光团 旋即没有任何犹豫 嘴巴一张 就把一道道赤岩随 吞进了体内 炼化灵验随 会给身体带来 犹如烈焰灼烧一般的剧痛 一般要吸收的话 都会寻找安静的地方 而类似牧尘这种 敢在战斗当中直接就炼化的人 是少之又少的 那些灵验随被牧尘吞进体内的手 他的脸庞 以及整个身体 几乎在轻刻间变得通红起来 整个人犹如要燃烧一般 岩浆般滚烫的灵验 在经脉当中疯狂的流动起来 剧痛 啄哨着经脉 那种痛苦 让牧尘俊逸的脸庞显得有些扭曲 不过呢 他却咬牙坚持着 一丝丝鲜血 从牙齿当中渗透出来 但是他没有丝毫要停手的打算 他运转着大糊涂绝 炼化体内岩浆般的灵力 然后操控大耳不灭身 躲避那些灵力的攻击 血从嘴角渗着 但是他眼中的灼热 却越来越浓郁 而后嘴角的弧度 也逐渐的掀起来 真是 桀骜而执着 因为他感觉到了 一股更为强悍 磅礴的灵力 在他体内诞生 就在牧尘陷入 源源不断的苦斗时 在一座石台上头 正有光幕闪烁着 其中一具暗淡的 大日不灭身 陷入疲斗当中 兵心 铁山等 四位大罗天军的首领 以及更多的 大罗天军战士 都抬头望着 苦战当中的牧尘 他们的嘴 都在微微的撇着 真是个鲁莽的家伙 看这么样 还得需要我待会儿出手救他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种时候还不退走 兵心 有些不满地说着 本来牧尘是能够有充足的灵力 冲出这种包围圈的 可他呢 却偏偏不退 如今 被越来越多的灵验蟒缠住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牧尘的结果只有一个 灵力耗尽 然后被那些灵验蟒撕成粉碎 其他三位统领 也都是点点头 这个牧尘 看上去应该不是蟒撞的人 他怎么会做出这种蟒撞的事情呢 冰心 再度看了一眼灵力光目 最终失望地摇头 刚想动身 不过就在他的脚步刚动的时候 一片滴滴的哗然声 在石台上传开了 他也是猛地抬头 然后那冰冷的毛子 陡然一缩 就见那重重的 灵验蟒的围攻下 原本周身金光 已经极为黯淡的至尊法身 竟然在这个时候 再度爆发出了 璀璨耀眼的光芒 一股更为惊人的灵力波动 从庞大的身躯当中 像火山一般爆发出来 那是 他的灵力 竟然在恢复 有人惊呼着 他是在战斗当中 炼化灵验随 铁山的脸庞上 掠过了一抹惊异 什么 听到这话 就连冰心 都是一惊 周围的那些大罗天军战士 更是忍不住的张大嘴巴 他们对于灵验随 是极为熟悉的 自然明白在炼化 吸收他的时候 体内需要承受多么大的 灼伤的痛苦 所以平常的时候 他们都是寻找安静的地方 全力炼化 至于在战斗当中 炼化这种 胆大包天的事情 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 谁都没有信心 在承受着那种灼烧剧痛的时候 还能保持战斗的心神的 这也太大胆了吧 有人忍不住喃喃自语着 他们望着灵力光幕中 璀璨的金色身影 眼中有一抹佩服的神色出现了 冰心原本紧绷的翘脸 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松弛下来 这个叫牧尘的少年 能够被御主大人如此看重 看来的确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的 本来他对牧尘能否在三个月以后 闯过九九燕龙镇 是抱着极大的怀疑的 但是 现在从这个家伙这种 不要命的修炼状态来看 最后的结果会如何 那还真是两说的事情了 就在石台上众多人 为牧尘突然恢复的灵力 感到惊恶的时候 此时 他的心里头同样是充满着惊喜的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 体内磅礴雄浑的灵力 那种雄浑程度比之前还要强横 显然 在经历了先前那种灵力 几乎枯竭的战斗以后 他体内的灵力再度出现了精进 虽然距离突破三品之尊 还有不小的距离 但是 这种精进 如果放在平常的时候 怕是要修炼不短的时间 才会出现的 越是危险的关头 才越是能把人的潜力激发出来 这句话 真是丝毫也不假 大罗延迟虽然是危机四伏 但对于修炼的确是有着极大的比异的 牧尘的眼睛里有锐利的光芒凝聚起来 心中的豪气也在此时涌起来 这一路走来啊 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生死大战 这小小的大罗延迟可没有那种资格拦住他的脚步 牧尘大笑起来 他心神一动 就见大日不灭身 金光席犬 金光掌印横扫而开 直接把两条鞋带着足以震罪山岳般的可怕力量的灵验芒 震得倒射而出 犀利的嘶鸣声响彻起来 大日不灭身 直接在此时踏入赤红岩浆当中 而后金光匹炼横扫 壮若疯癫一般的对着那些灵验芒席卷过去 此时他的攻击比起最开始的疯狂还要更甚 一时间呢 岩浆浪涛鸡舍着 那原本对他进行包围的灵验芒群 这个时候就像鸡飞狗跳一般 每一次金光俱全落下 都会有一条灵验芒被生生的红碎了 灵验芒并没有灵智 所以他们并不存在惧怕 牧尘的杀戮反而激起了他们攻击的欲望 当即撕鸣声响起来 那些灵验芒也是源源不断 汗不畏死的冲出来 这片岩浆都因为这里的杀戮 开始变得震荡不堪起来 那种狂暴的战斗 就算那些九经战争的大罗天军战士都有些看得目瞪口呆 虽然牧尘的灵力凭借着炼化灵验随获得了恢复 但是这种战斗它也不可能无穷无尽的持续下去 因为灵力可以恢复 但是人的精力却不可能靠这种外物来恢复的 当这种有些疯狂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以后 就见那被源源不断窜出来的灵验芒包围住的大日不灭身 突然暴射而出 几个闪烁间就冲出了岩浆范围 然后金光闪烁 一道人影已经鬼魅般的躲进了一座溶洞当中 牧尘一躲进溶洞 开始盘坐下来 他的脸庞一片惨白 眉宇间透露着浓浓的疲惫之色 这种高强度的战斗 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 如果不是凭借着意志在苦苦坚持 恐怕这个时候早已承受不住 昏睡过去 现在即便是脱离战斗 牧尘也不能直接休息 这种时候是修炼的最佳时机 牧尘手掌一扬 就见一道道赤红的灵验随悬浮在面前 他手掌轻轻一握 一只晶莹剔透的玉瓶出现在他的手中 顿时有着一条小小的晶莹的溪流飞出来 蜿蜒盘踞在牧尘周身 那溪流当中充斥着极端精纯的灵力 灵验随和至尊灵验都已经准备妥当 牧尘盘坐着 双手飞快的结印 疲惫的双眼也缓缓的闭上 然后逐渐进入修炼状态 他的嘴巴在微微张合间 把一道灵验随 以及一滴至尊灵液吸入了嘴里 原本枯竭的灵力波动 再度一点点从牧尘体内苏醒起来 而且变得更为雄魂 更为凝炼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当中 牧尘的修炼就是在不断的重复着 那片赤红岩浆 每天都掀起滔天巨浪 金光弥漫间 那道庞大的金光身影 犹如不知疲倦的战斗机器 与那源源不断的灵验莽战斗着 每一次战斗 牧尘都会坚持到精力体力 都到达极限以后 才拖着疲惫的身躯 退回岩浆范围 然后进到溶洞当中 深度的修炼 牧尘的这种修炼 算得上是疯狂 因为就连那些把修炼当饭吃的 大罗天军战士 都为他这种拼命般的修炼 暗暗则舍 这个少年表面上看上去温润和善 但是没想到骨子里的执着和倔强 却如此的让人动容 他们自问 如果换作自己 必然是做不到像牧尘这种疯狂的程度的 甚至啊 就连铁山 兵心 几位大罗天军的统领 也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对牧尘的表现暗感震惊 同时心里头也在感叹着 这个少年能够被御主大人看中 的确是有些道理的 虽然说付出是巨大的 但牧尘一个月苦修的收获同样是不小的 他体内的灵力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变得越来越雄浑强悍 虽然说依旧没能突破 但是比起一个月之前 无疑是雄浑了一倍还多 而且牧尘的战斗持续能力 也在一次次的抵达极限以后 获得了提升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倾尽全力 仅仅只能支持大半天的时间 而一个月以后 他已经能够坚持两天的时间 而且伴随着每天战斗 他的身躯也在开始适应这大罗延迟残酷的高温环境 原本滚烫的空气吸入体内以后 反而带给他阵阵灼热的舒坦感 在这一个月里 不知道有多少寿命不足百年的灵烟蟒 被牧尘猎杀 甚至那些寿命超过百年的 损在牧尘手中的 也达到了三位数的惊人数量 到后来 这片原本灵烟蟒聚集的地方 几乎被牧尘杀得干干净净 这些灵烟蟒虽然没有灵智 但却能够感知这片区域流淌了太多同类的鲜血 那种鲜血虽然和岩浆融合在一起 却足以让他们明白 此地并非善地